馬芝TV 和你做朋友 大家最近可能在網絡上見到很多政治漫畫 而當中的華家Cusson 今天竟然被我向斯德會場撞到他 Hello 你們好 可否有些新的作品介紹一下 其實我在今年書展都出了四本書 首先是這本《港女老婆前傳》 是這系列裏面的第五本 繼續說回我和老婆之間的趣事 生活上的一些很搞笑的東西 以及會交代我和老婆是怎樣相識 那個造語是怎樣的 這本就是《Mary and Paul》 就是我在《粉免費》報紙中 每一年在的四格漫畫《生活小份》 你是否第一次來斯德參展 其實不是的 我是從2007年開始有參加斯德 斷斷續續有一兩次沒有來 之間其實一直都有玩 不是第一次 而她的作品《我的港女老婆》 系列的主角 她的太太也在 其實我太太在未成為我太太之前 其實一直都會來幫我 當我做我的助手也好 收錢也好 只不過穿尾服 第一次還是第二次 第二次 這次是第二次 叫做Cosplayer 這個就是我太太 她叫YuYu Cosplayer Cosplayer幫我畫了一張Postcard 好漂亮啊 這次是香港著名文化家 小雲的作品志 這次展出超過20幅她創作的 精美手配水彩畫 大家訂閱來看 嗨 大家好 我是小雲 退合畫展 同時出版了一本畫集 就是小雲的畫集 叫做《行雲流水》 也收錄了這十年 就是我大部分的彩圖創作作品 我今屆其實是第34屆 其實我應該已經是第34次參加C-Dub 從中學開始就有投稿去一些動漫雜誌 那時就認識了一些有共同興趣的朋友 從那時開始接觸同仁誌 跟朋友一起出書 到現在為止應該都超過了十幾年 大家不要猜我的年齡 反同仁牆打滾了十年 致力做原創漫畫的陳莎莎 今年在東立出版了一套溫情藥日的年華漫畫 想錄更多嗎 只要沒有創作外號者賀寫香港人情 什麼比賽來的 讓我問一下 我想問一下這個比賽是什麼比賽 大家好我是東立的市場部 我叫Johnson 我們這個比賽叫做香港人事情 主要是招募香港作者 畫香港的故事 我們有一個非常好的作家 就是陳莎莎 她說寫香港人買樓的故事 我們支持香港的原創者 希望大家多出一些書 你們喜歡的 可以吧 沒有